军武次未免,王傲,轻武专栏是军武全新打造的打兵武器类栏目,不求最高深,但求最有量,在抗日神剧曾出不求的今天,八路军拿着56冲锋枪,扛着RPG火箭筒什么都已经不稀奇了,毕竟靠着买枪越血手撕鬼子都不成问题了。 正因如此,李佑斌老师事业两件,成了许多之迷朋友心中无可替代的抗战经典,装备精良的山本特工队,在李云龙的独立团助手赵嘉玉时,被日军山本特工队给盯上了,头戴钢灰还配有风镜,俨然衣服老子就是金瑞的模样。 赵嘉玉一战,山本鬼子从后山悬崖发动夜袭,不仅打伤了赵正伟,还把李云龙的新花小媳妇秀琴姑娘给抢走了。 李云龙哪憋得住这口气,虽说自己只是一个团长,却过了把市长的阴,集结了上万人打响了为振华夏的平安格勒战役。 随着二银长的一声意大利炮响,山本一幕在平安城楼顶正式杀青,云龙开炮。 山本要倒,山本,等等,我还有话说,其实我用的是穿越货,人只将死其言也善,我们不妨到回前几集,看看山本的特战队用的到底是啥玩意。 这一看还真不对劲,这日军精锐怎么还用上每只利帮米冲锋枪了? 山本克工对异水的利帮米冲锋枪,按照剧中描述,山本这小子强老李媳妇的时候,大约是1942年。 姑且不说美军的利帮米冲锋,在1942年10月才刚刚研制出来。 哪怕是离大规模装备,美军也还有很长一段时间,更不可能跨越太平洋出现在中国战场之上。 美国M3AE冲锋枪,1941年,此时的美军已经对汤姆逊冲锋枪,进行了接二连三的简化。 但是还是又贵又复杂,远不如英国斯登冲锋枪好使,毕竟只要能放死人,何必非要造量宝马七戏呢? 在作战性能并未有太大优势的前提下,采用切削加工的汤姆逊冲锋枪无以造价太高了。 而斯登冲锋枪,凭借低廉的价格,在二战中差量,高达375万只。 陆军指着斯登,我也要。 斯登零件数量很少,很容易生产,于是美国陆军兵工总署提出了类似的设计要求。 1942年10月,美国通用汽车内陆分公司设计出了一支符合要求的冲锋枪,也就是沙本特战队手中的这支立方米冲锋枪。 立方米冲锋枪的结构虽然看似十分简单,但事实上,它比看起来还要简单。 整支枪身上的部件基本都是钢板冲压而成的,圆形的机匣就是由两块冲压的半圆平钢板焊接起来的,而枪管则是用罗帽给固定上去的。 由于外观护自助油枪而被美军士兵戏称为Grease Gun,翻译到国内就成了我们常说的黄油枪。 真有点像,叫黄油枪不冤枉,立方米冲锋枪不仅造架低连结构异常简单,甚至还能够做到生活自理。 位于枪式右侧的带机区柄可以用作涂油的刷柄,而装机油的油壶就藏在空心的手枪行窝坝里,就连油壶上的尖头喷嘴都可以用来拆细袍扣停等细小部件。 连枪管都是罗帽给拧上去的,值得一提的是,虽然立方米冲锋枪看似在设计上,为紧急维修做足了功夫,几乎不需要另外携带工具就可以对这支冲锋枪进行强体和维护。 但事实上,立方米在设计之初,是希望作为100一次性武器的,他若在战场上出现故障可以直接丢弃,毕竟这玩意才20美元一支。 20美元一支的黄油枪,白菜家里买不了吃亏,买不了上当。 虽然山本荧幕也表示,这把美国穿越来的黄油枪很好使,但原著作者也帮不上忙,因为杜梁老先生当年写的其实是MP38式冲锋枪, 真实装备的该是MP38毕竟山本荧幕和他的特战队都毕业于德国穆尼黑特种军校,所以走的时候带走一批德志MP38也不足为奇。 时间追溯到1938年,德国埃尔马兵工厂研制出了符合如今冲锋枪大部分结构特点的MP38式冲锋枪,在当时具有划时代的异议。 二战初期,利用闪电战平行得力的德军装甲部队,却以深感近距离火力的不足,不仅需要研制一款短距离的速射武器,用于装备车载步兵,提高装甲车辆的自我保护能力。 MG34也能突突突,但是太长了,采用自由枪机式工作原理,把射酒毫米手枪弹的MP38式冲锋枪成功做到了这一点。 在1939年的波兰战争中,MP38冲锋枪,让手持极数手榴弹,德波兰反坦克兵牺牲惨重。 手持MP38的德军士兵,值得一提的是,MP38冲锋枪是世界上第一制成功使用折叠式枪图,和采用钢材与塑料制成的冲锋枪。 由钢杆制成枪图,可以要过过把折叠于机匣下方,十分便于装甲兵和散兵部队携带。 实质今月大部分冲锋枪,依然用自由枪机后做原理,不过在不久之后,为了将制造成本降到最低。 提高生产效率,德国军工企业又将MP38式改进,为MP40式冲锋枪,并且一直沿用到二战结束,成为了德军士兵的标志性武器。 MP40式MP38改进版,遗憾的是,随着SDG44的出现,MP40逐渐停产。 天皇也没消息吞了,进来MP38或是MP40实施。 因为日本海军大将东乡平巴郎,曾在日俄战争结束时说,一门百发百中的大炮,甚至一百门百发一中的大炮。 SDG44跑出来,抢了MP40的饭丸,说白了就是穷,而冲锋枪弹药消耗过大。 所以山本一幕能够用上MP38,已经算是人民币玩家了。 话已至此,那为什么最后两件巨组不使用原著中的MP38呢? 其实是因为MP38早已停产,城市数量稀少,在中国那更是奢望。 所以不得不用每只的立方米冲锋枪代替,至少立方米在设计之初曾接近于MP38。 两者在外形上也有些许相似,于是乎出现了立方米冲锋枪装备日本特种部队的画面。 不得不说,这哥俩还真挺像,更多有趣好玩的军事文章,视频,图片,电影,游戏。 请欢迎订阅五四位面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